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固定资产我们是看得到摸得着的 对吧 无形资产看不到摸不着 因此你在估计它使用收命的时候 你要能够准确的进行估计 我们有两种情况 第一 我能估计出来 比如说这项专利权 有法律的保护期限 也有合同期限 我可以明确的根据合同或法律来明确固定 但是有一些你确确实实规定不了 你估计不出来 你比如说非专利技术 这个东西你怎么去估计 你说这个主传秘方能用多久 那不知道 明天被隔壁的小鱼给抢走了 那可能就失效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要能够系统的合理去估计它的使用寿命 然后进行抬销 但是也有可能使用寿命不确定 记住 如果使用寿命不确定 不抬销 先把这个结论给我记住了 如果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我们是不抬销的 为什么 你抬销你得按几年摊呢 你不知道 所以这时候不抬销 但是不抬销 不抬销 这里有问题啊 你总不抬销 你账上永远是三千万八千万 对吧 一直不降低 有可能会高估资产 因此后边你会看到 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虽然我不抬销 但是年末要进行减值测试 不管它有没有减值迹象 年末都要对其进行减值测试 好 接下来说一说 关于无形资产使用寿命的估计 这里呢 首先 一和二 咱不读了 举两个例子 这两点你就知道了 比如说 我有项专利权 专利权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 例如 法律保护它十年 但是合同期是十五年 这种情况 我按几年去确定它的使用寿命呢 来 十年 如果法律保护的是十年 合同期是六年 按几年去确定它的使用寿命呢 来 六年 能理解啥意思吧 输低 输低 考试给两年线 找低的 找小的 找少的 记住了吧 所以这两段文字 咱们就不读它了 第二 如果我的这项专利权 我估计啊 是用十年 从奖务师那买的 然后呢 奖务师说 到了第十年 你可以再往后延续五年 你这十年花五千万 这五年你象征性的给我三万块钱得了 我也不多问你要 三万块钱就搞定它 你就可以再五年 你告诉我 这个时候我的这项专利权 它的贪消期是十年还是十三年呢 答案是十三年 为什么 因为延续我不需要付出重大成本 那这时候续约期要包括在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中 但如果这五年算下来 你拿一千万 那你请问这五年我要不要把它算到我的使用寿命期内呢 那就不能算了 因为你付出的是重大成本 人说是不需要付出重大成本时 所以是十五年 你需要付出重大 那这时候再说呗 等到第十年年来看看再说呗 OK了 好了 再往下 第四 说没有明确的合同或法律规定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 企业中国各个方面 来源于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基线等等 如果你还是没法确定 那怎么办呢 那就使用寿命不确定呗 你没法估计 那只能使用寿命不确定了 说清楚了吧 来看考试考察 合理确定无形资产的摊销期 来你告诉我这摊销期几年 来你告诉我这摊销期几年 就给俩选低的就完了 给俩选低的就完了 说明白了吧 好 再来 说完于无形资产使用寿命的复合 因为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 无形资产的使用年限都是一种会计估计 所以呢 每年年度中了 对使用寿命有限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要进行复合 有证据表明跟以前的估计不一致了 那改改了叫啥呢 叫会计的估计变更 来我们之前讲固定资产的时候说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 进展是包括折旧方法 如果变了叫什么 也叫会计的估计变更 那这个呢 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呢 也叫会计的估计变更 来继续 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你也不能说他一直不确定 如果有证据表明 这个使用寿命是有限第一 那这时候怎么办 那就合理估计他的使用寿命 原来是不确定 不知道 使用寿命不确定 现在知道了 他仍然是会计的估计变更 并且按照使用寿命有限无形资产的相关规定 进行处理 那就该摊销去摊销 还用每年进行简直测试吗 不用了 有迹象在撤 没迹象就不撤 而我们刚才说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呢 你有没有迹象你都得撤 能理解了吧 你如果不撤 你价值就有可能虚高 高估资产了 当然违背谨慎性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 关于使用寿命有限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 使用寿命有限无形资产呢 我们应该是在整个使用寿命期内 找到合理系统的方法 对其进行摊销 而这个无形资产摊销 而是指无形资产 它的成本扣除残值之后的进入 如果已经提了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 还要把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累计进入扣掉 举个例子 比如说蒋公司有项专利权 价值是100万 预计使用年限15年 预计净占值是0 采用直线法摊销 来各位 12345 你告诉我 一年摊多少 口设一年摊20万 对吧 一年摊20万 所以到这个点 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是80 没问题吧 第二年又摊了20万 到这个点 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是60万 好了 到这个点 它有减值迹象 我对其进行减值测试 我告诉你减完之后 测完之后 它的可收回金额 30万 太低了 51万 可收回金额是51万 你的账面价值是60 而可收回金额是51 说老师什么叫可收回金额 别急 资产减值那张要讲 好 我现在告诉你 可收回金额是51 说明什么 说明它减值了 减多少 各位 减9万倍 减完之后 最新的账面价值是51万 一旦减值 后续这三年还能不能用 不知道 你要重新估计它的什么寿命 净产值包括胎销方法 我假设不变 还剩三年 净产值还是零 还是直线法胎销 请问每年摊多少 每年摊多少 17 17 你就不能这摊20了 看明白了吗 来我问大家 这五年间 无形资产一共摊销 摊了多少钱 你把这五个数加在一块 你会发现它不是100万 它是91万 你的摊销应 摊销金额变成91万了 为什么 因为你提过减值9万 所以人家说还要扣除 以具体减值准备的金额 能理解了吧 这就是关于无形资产摊销 因摊销而如何确定 那接下来说说摊销期和摊销方法 无形资产当日增加 当日开始摊销 当日减少 当日停止摊销 它和固定资产正好差一个月 你说你会不会 你会 但我敢保证你做题一定出错 我敢保证你做题一定出错 为什么 因为你认为你会了 不代表你真正会了 就这个简单的无形资产摊销 固定资产折就 你放心 你如果不经过大量的练习 不形成肌肉记忆和条件摆设 你做题一定出错 你放心吧 你做题一定出错 所以大家必须时时刻刻的 在做题的过程当中提醒大家 提醒自己 无形资产当日增加 当日开始摊销 当日减少 当日不再摊销 各位我们后边讲和冰报本也好 讲长期股权投资 都会涉及到最基础的东西 最基础的东西 你要会在这里 我不再赘述 在这里我不再赘述了 好不好 OK 来 听我说一句话 你看对不对 你听我说一句话 你看对不对 说企业取得所有的无形资产均硬制 取得当月开始摊销 减少当月停止摊销 请问各位同学 我刚才说的这句话 对还是错 这就是看你学习真美真正 把它理解到位 对还是错 有同学说对 有同学说错 绝大多数的同学说的是错的 还有说说的是啥 说的你欠我一百亿 各位 是所有的吗 如果使用寿命不确定我摊销吗 我没得摊 所以我上来说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取得当月开始摊销 减少当月停止摊销 这是对的 但我刚才说的不是 我说的是所有的 所以你看刚刚学过的东西 刚刚学过东西 好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我们是不摊销的 对吧 除了这个以外 我再给你补另外一个 一会做题我们要用得到的 另外一个就是被划分为 持有代售的无形资产 被划分为持有代售的无形资产 我们也不摊销 我先告诉你 一会做题的时候咱就能做 等我们学到持有代售那一章 我再告诉你 为啥他就不摊销了呢 还是有原因的 好 再往下 我们企业在选择无形资产 摊销的时候 这个方法的时候 要跟他经济利益的预期 消耗方式是一致的 你比如说 我们可以按直线法 抬销 我也可以按照生产量 对吧 我这个专利 我就让你生产八千个 这个产品 那你生产一个就抬一个 生产一个就抬一个 对吧 所以各位同学 无形资产 摊销的方法 不一定是直线法 只不过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是直线法 如果无法可靠确定 预期经济利的消耗方式的 这个时候我们用直线法 来进行摊销 各位 我有一说一啊 你别给我记忽了 人家说是无法可靠确定 预期消耗方式的 我们采用直线法 摊销 那个不摊销 说的是啥 是无法可靠确定 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 这俩别弄混了 别弄混了 那么企业通常 不应当包括使无形资产 在内经济利所产生的收入 为基础抬销 你看这话 眼熟不 眼熟不 这里他多了俩字 通常 固定资产 我们说企业不应以包括使用固定资产 在内经济利所产生的收入 为基础进行折旧 而无形资产他说通常 那眼外之一 你记不记得我当时说啥 留个小口 对吧 我当时讲课的时候 我画在这 我说啊 无形资产呢 咱留个小口 在这呢 什么意思 各位 下列有限的情况除外 第一 说企业根据合同确定无形资产 固有的根本性限制条款 应当按照该条款 使用无形资产 所产生的收入为基础 来进行摊销 因为这是更合理的 举个例子 我现在有一个金矿的开 这个拆开权 开采权 这一项特取权嘛 你想开金矿就开呀 你想挖就挖呀 你当你是土地佬呢 你想挖就挖呀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我这个金矿的开采权 我告诉你 当你的收入 你卖金的收入 达到800亿的时候 咱们这个金矿的开采权就结束了 咱们这个开采权就结束了 所以你会发现你卖一块钱 你就要胎销无形资产一块钱 所对应的价值 你卖10亿元 你就要胎销无形资产 所对应10亿元的价值 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以收入为基础 进行胎销 它是合理的基础 能理解了吧 就这一种情况 别的没有 到目前为止没有 第二 它是兜底的 它也没举出来例子 说有确准证据表明 收入的金额和无形资产经济利益的消耗 是高度相关的 这是个兜底的 这是个兜底的 第一个 你把它给我记住了 这种情况下 能不能以收入为基础 去计算无形资产 应胎销金额呢 答案是可以 因为你到800亿销售额的时候 这个开采权就自动失效了 失效了 明白了吗 好 对于无形资产胎销 那个方法的选择 本身也是一种估计嘛 你说直线法也好 生产量法也好 它本身也是估计 所以年度终了 要对无形资产的胎销方法 进行复合 如果有证据表明 跟原来的胎销方法不一样了 怎么办 那就改呗 改了叫啥 来又叫一个会计估计变更 你看我们到现在为止 学了几个会计估计变更了 你自己总结总结 学了几个呀 好多好多 好好多多 好不好 过了啊 无形资产的一般情况下呢 是没有产值的 因为它不是实物资产 你说固定资产 无论是设备呀 还是防护建筑啊 最后你卖点 废通烂体 卖点这个废品 还能值俩钱 但无形资产真的真的 它没了就是没了 权力没了就是没了嘛 但有极其特殊的情况除外 第一 有土豪哥哥贵妇姐姐承诺 说你这个无形资产 使用寿命结束时 我买它 买它 所以有第三方承诺 承诺要签合同的 承诺要签合同的 比如说这项专利权 法律保护十年 合同规定也十年 我按照十年去摊销 但是有个土豪哥哥和贵妇姐姐 这两口子 人来了 就你这专利权 我有情怀 咱是有情怀的人 十年之后我买它 一百万 十年之后我把它买下来 一百万 签合同了 那这时候我的 像无形资产的专利权 就有了 净残值 就有了净残值 说明白了吗 好第二个 可以根据活跃的市场 预计残值信息 并且该市场 在该项无形资产 使用寿命结束时 可能存在 就我现在有这个 无形资产的残值信息 有这个市场 十年之后的市场 也得可能存在 你不能今儿有名没有 好 这两种情况是极其特殊的 一般情况下是零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说 无形资产的预计 净残值均为零 不对 你别忘了 还有土豪哥哥和贵夫姐姐呢 还有市场呢 能理解了吧 好了过了啊 那接下来说说账目处理 无形资产呢 一般啊 它的胎销是尽随意的 除非啊 你的这项无形资产 是专门生产某个产品的 比如说刘二十六有项专利 去生产那杯子还记得吧 那杯子你还记得吧 对吧 那这个时候 这项无形资产是特定产品的生产 那咱就把它进入到制造费用当中 借制造费用呗 带累及摊销 一般管理用的就进管理费用 如果是出租 对外出租 那就进其他业务成本 出租了 进其他业务成本 说明白没 各位同学 OK 无形资产摊销 我们说完了 来吧 21年和22年考了一道相同的题目 这个我已经解释过了 在这我不再追溯了 为什么考相同的题目 我已经说过 说下来有关无形资产摊销的表述 正确的是 A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其残值一般应当视为零 人没说绝对 人说一般应当视为零 人家我跟你讲 这孩子就好 不说绝对话 你考试的时候 你教不准 他说绝对话 大概率他是错的 你看我也没绝对吧 我说大概率他是错的 B 化分为持有代售的无形资产 按上科手年线摊销 这个我刚才已经给你打过预防针了 你已经免利了吧 有免疫力了 还贪吗 你别贪了 是吧 C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不需要胎销 当出现减值迹象时 进行减值测试 你当你是动力火车 那你还可能当 有没有减值迹象 你都得进行减值测试 原因说过 不追溯 D 专门用于生产产品的无形资产 其摊销进管理费用 那错了应该进产品成本 进入到制造费用 好了 所以本题正确答案是A选项 再来说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它的会计处理 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能力等级是2 不贪消 但每年年都终了 对其进行减值测试 不管它有没有减值迹象 我都得撤 如果发生减值 计题减值准备 借资产减值损失 代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各位 这个减值一经计题 以后割期 不得转回 不得转回 我们现在学了几个了 存括固定无形 对吧 存括能转回吗 可以 固定资产能转回吗 不行 无形资产能转回吗 不行 那为什么呢 等资产减值那张揭开帷幕之后 你就知道原因所在了 好不好 好 来 各位 聪明的 哎 你看看 我必须得表扬一下这同学 叫亲亲 哎 你这边写的 亲亲这同学 他已经写上了 洋想洋业利润 我今天第二次提醒大家了 洋想洋业利润 好不好 过了啊 接下来我们介绍第四节 关于无形资产的处置 请大家注意 这一节能力等级都是二级 首先第一个什么叫无形资产处置 主要是指出售对外出租 以及对外捐赠 或者是无形资产的报废 无形资产也是要报废的 对吧 你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专利技术 就是那个小杯杯 53度的水量到40度 喝进去减五斤 结果呢 人说你这个违反这个生物常识 你这里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不行不行不行 反正就不能用了 没法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露 怎么办 报废 你只能把它报废了 说明白了吗 来 咱先看一看 对外出售 把无形资产给卖了 各位我们讲固定资产的时候 我问过你 我说什么叫固定资产 实施企业持有的具备以下特征的有形资产 第一个 他说企业为了生产产品提供劳务服务或出租而持有的 那里边有出售吗 没有 对吧 没有 所以你把固定资产给他出售了的话 能确认收入吗 答案是不能 那无形资产道理也是一样的 他虽然定义上没说 但他的本质也是为了生产产品 提供劳务 出租或进行管理而持有的 因此你把它给出售了 也不能确认收入 那怎么办呢 固定资产我们是通过固定资产清理 因为他确实有这个过程 无形资产就是一纸文书 签一下这儿 来吧 拿这张纸 把这个私人教育 这个桑标权卖给你了 800亿拿去 结束了 没有所谓清理的过程 所以一步到位 看好了 把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 和你出售价款的差格 记录资产处置随益 借银行充款 借无形资产 简直准备借累积开销 但无形资产差格 资产处置随益 如果题目当中告诉你有增值税 那你就把增值税的销向这个放到里边 举个例子 比如说无形资产的原值是3000万 以提开销1000万 以提减值准备200万 请问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多少 1800万 确实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是1800万 好 现在把它给卖了 例如我卖了1000万 那你告诉我 这个资产处置随益 差个是800 它进借方还是进贷方 再借方 在借方 损失了吗 再借方 如果这题告诉你有增值税呢 比如说增值税率6% 不影响 收钱收1000加60 下边增值税消息税60 所以不影响 明白了吧 增值税不影响 加外税 好 这是对外出售 再往下 对外出售它影响营业利润吗 答案是影响 出租呢 那就把它记录到其他业务成本 因为你出租会取得租金收入 租金收入是其他业务收入 所以对应的摊销 记录到其他业务成本当中 再来报废 以及对外捐赠 这俩是一样的 如果是报废了的话 记住把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 直接转入到营业外支出 为啥 非日常呗 对吧 捐赠捐赠也是非日常 所以均均记录到营业外支出 它不影响企业的营业利润 报废这事啊 它就不是一个日常活动 它是一种非日常活动 总说狼来了 狼来过吗 14年来过 你看看下来交易事项会影响企业当期营业利润的油 你看它考不考考 对吧 A 出租无形资产取得的租金收入 这是其他业务收入 所以它会影响 B 出售无形资产取得的出售收益 这是资产 处置随意 也会影响 使用寿命有限无形资产 管理用无形资产的摊销 最近管理费用 也会影响 使用寿命不确定无形资产 记忆题的减值 净资产减值损失 也会影响 所以四个都影响 看明白了吧 你看我总告诉你 我说考 确实这几年不怎么考 不怎么考 不是人家不考 而不是让原来那考评那么高 能理解的意思吧 所以如果这种题出了的话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失分 不要失分 好了 各位同学 无形资产这一章没有什么内容 不要跟我说 老师这么快就讲一张 他没有内容 我给你跟他撑什么呢 对吧 没有必要 来 是吧 我们把无形资产这一章 做一个小节 你看又有人说 老师讲的好快 就这些内容 他没有多少东西 你让我和这浪费你的时间吗 我也怕你们说我讲的快 真的不快 同学 咱有一说一 真的不快 不要瞎说 来 无形资产呢 我们这一节一共是四块 初始计量 内部研发 后续计量 以及它的处置 首先第一个 说初始计量 外购 外购的无形资产 买价加相关税费 加使无形资产 达到预定用途的合理 必要之初 当然外购的时候呢 我们也包括什么 分期付款购买了 对吧 跟固定资产的逻辑是一致的 按照购买价款的限制 为基础来进行护账 而投资者投入的呢 投资者投入应该是 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 但不公允的除外 那这里 外购这里 最主要的是土地使用权 各位 土地使用权 它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无形资产 可以是固定资产 可以是存货 还可以是投资性房地产 来吧 如果是自用的 那是无形资产 如果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用的呢 那是存货 对吧 如果你是出租 或者是增之后转让呢 那它叫投资性房地产 如果你是外购无法区分呢 那它就是固定资产 买个房 房下面有地 分不清 分不清 都做固定资产 来进行核算 那其他方式 你比如说委托这个外单美研发 这也叫其他方式 在这里我就不再一一追溯了 再来是关于内部研发 分两个阶段 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 研究阶段进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 然后期末把它转到管理费用当中 而开发支出 开发阶段呢 进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我这话对不对 各位同学 你不要瞎讨论 我问你 我刚才说的话 你听到了吗 50%的同学没听到 我刚才说的这话 对不对 不对 我说开发阶段的支出 进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不对 你得分 它这里有符合和不符合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仍然废话 而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才要资本化 最后转到无形资产当中 咱不是在这里咬文嚼字 确确实实 去这个阶段 打基础 就得把地基给我打牢了 那再往下 是它的后续计量 第一 使用寿命 我们如何去确定 使用寿命呢 给俩数选短的 如果我们在合同当中 可以以不付出重大成本 就可以延续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使用寿命 要包括延续的时间 第二 无形资产本身 使用寿命 它也是一个快递估计 所以使用寿命 净产值 包括胎销方法 我都要定期进行复合 一般都是年末 如果B案的叫啥来的 叫会计的估计变更 那对于无形资产 当日增加 当日开始胎销 当日减少 当日停止胎销 这里指的是什么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如果使用寿命 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我们是不胎销的 但是于每年年末 要进行减值撤施 最后说出售 最后的净水亿 资产出制水亿 如果是报废 那走的是营业外 没有收入 营业外支出 这个没有收入 你知道为啥 这里我写个收入吗 粘的 从固定资产那块 粘过来的 所以如果是报废 走营业外支出 没有营业外收入 你看老师多么诚实 对吧 我今天上课之前 我从固定资产那块 粘过来的 一下把报废 它固定资产也有报废 你看都有光就粘过来了 所以提示大家 没有营业外支出 对不起 没有营业外收入 好不好 很诚实嘛 没有必要跟大家撒谎 错就是错了嘛 做人要诚实 诚实守信 做人之根本 各位同学 我们整个第四章 无形资产全部讲完 喊喊口号吧 坚持理想 重在时间 认真复习 实现飞跃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